很高兴也可以升天 这个年轻人一点头 一点头功德就具足了 他不会再做了 然后佛陀就回 回到金色又变为原来的样子 那过了三个月 那个三十岁的企业家 很高兴跑来找佛陀 哎呀你真的叫佛陀 我上回来找你三个月以后 回去以后啊 老婆对我好 身体健康 发财了 赚钱了 为什么 因为他的儿子 不会再替他杀养了 他的儿子开始有决心 要去为他供养三宝 来帮助贫穷 这个功德回向给他的爸爸 他现世的爸爸好不好 改变了 那改变以后 佛陀就进一步给他讲了 解脱的四身体 先讲因果轮回的告诉告诉他 再给他讲解脱的方法 所以我想这是我看到 佛经里面超度的故事 所以我也必须告诉各位 我们学大乘佛教的人 你一定要超度你的父母主线 不然你会像这个年轻人一样 因为他的儿子不懂得超度他 帮他做功德 所以替他杀养 越杀他越倒霉 所以如果你帮你的爸爸升天 那天人就来保护你 因为你爸爸是天神 如果你帮你的爸爸父母去 极乐世界 你不知道什么叫心情不好 等一下 母子连心 这个是自常 正常 如果你想到你爸爸就哭得很伤心 他可能在做鬼 因为你爸爸在极乐世界 你想到他一定是快乐 怎么会伤心呢 所以各位在这一点 你的心在哪里 你的父母主线就在哪里 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心 放在一个供养三宝的虔诚心 帮助众生的悲心 念佛的信心 或是你念金刚经 那你改变了 他就会改变了 因为我自己得到证明 我虽然不是一个医生 但是我念地藏经 我发这个愿 我妈妈奇迹似的好起来 到现在还活着 没有任何癌症 没有 而且我妈妈在老化的几个过程里面 开刀 我也是发心 所以做该做的事情 结果我妈妈都过得很好 所以我爸爸在往生的时候 那我虔诚地 发愿做功德 我没有在他身边 因为我跑来跑去 但是我好在现在感谢有手机 我跟我爸爸用手机讲一讲 他就安定了 我爸爸在往生前五分钟 我跟他讲 爸爸没问题 我来做好事 你负责绕塔 因为他就用那个医院回来的担架 帮他绕我们的佛塔 绕三圈 然后放到那边 我爸爸就走了 安详地走了 所以我认为 虽然我不在他身边 但我们的心 而且佛的力量 而且我们做了很多善事功德 回向给他 所以那我爸爸就可以离开痛苦 当然后来我知道 我父亲刚走 没有去极乐世界 因为他还在想照顾我妈妈 还在烦恼我这个儿子 做这么多事 我在做生命电视台 我爸爸往生的时候 就在我们的电视台 所以他就守在那边 那阵子电视台就业务兴盛 因为有个护法神 但是这样对我父亲不好 所以我就请我的师父 因为我爸爸归于我的师父 如需长老 他也很喜欢征华长老 所以我就提请我的师公师父 来带我爸爸去极乐世界 要我跟他讲没用 但是他尊敬我的师父 所以后来我就 请那些老儿上占卜 你爸爸已经去净土了 净土还不够 从下品要到中品 从中品要到上品 那我要精进 我不可能我是一个下品往生者 然后叫我爸爸发菩提心 那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你的心态怎么样 你的祖先就可以得到怎么样 所以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 发菩提心好不好 因为佛陀要我们成就一个 最圆满的心态 叫菩提心 那什么叫菩提心呢 就是因为了解众生母亲这么痛苦 而生起大悲心 那有这个悲心也没用啊 那我要把悲心成为一个责任 所有的黑人白人黄种人 所有的六道众生 念一下 所有流产胎儿 都是你的责任 所以我每天都给他放的 地球星球都是我们的责任 但是你要圆满这个责任 光有悲心不行了 那你一定要成佛 所以为了要帮助所有的众生 就尽离苦 你要把慈悲当作一种承担跟责任 所以我一定要成佛 这个叫发菩提心 那你发菩提心以后 那你就要开始真实去修行 那这个叫福慧双修 我们叫六度波罗蜜 那修行是修什么 智力跟利他 你不能说 像各位我们在布施钱 你不能说布施钱 我可以升天 这个是信因果不错了 但是如果你要成佛 我布施钱是消除我对金钱的执着 这样子 就像各位现在穿个海青 为什么穿海青 我要超越对身体的执着 我要好好的持戒忏悔 所以我甚至单在这个肩上 我还要持戒忏悔做基本 然后我还要承担众生苦 那各位为什么要穿黑色的 穿咖啡色的 那就是说我不爱这些不好色 不爱这些漂亮 身材 世间的欲望 这个世间的一切都是这样子的 那我们穿在身上 但是你要时时刻刻记住 那我穿这个要干嘛 甚至有人说 那师父你们挂这个干嘛 各位你一定要买一条链珠 戴在手上 控制你的烦恼 手铐 控制你的烦恼 所以要把烦恼都变成菩提心 要圆满 所以要就像犯人戴着手铐一样 那这样你才可以战胜烦恼 所以古时候的国王戴着卢异宝珠 是要战胜军人 战胜打仗 所以当然我讲这个 刚刚超度的故事 那就是希望各位超度没有很困难 超度跟你有钱没钱没有关系 超度是你的信心 慈悲心 但是大乘佛教不是要你超度你的父母 所以我每次布施前都用我妈妈的名字 他们就问我说 你只有对你妈妈好 我说不是啦 妈妈的名字等于众生 不然我写不完 因为我必须对我爸爸妈妈的这种孝顺报恩 然后来孝顺报恩所有的生命 所以当时候我要出家障碍重重 但是我就跟我父母说 我说爸爸妈妈 我要出家很多障碍 你们也不会同意 但是我告诉你一个事实 我这辈子如果出不了家 也不是你们的错 也不是我太太不让我出家 是因为我的姻缘 但是如果我没有出家 我就会回到家来 孝顺你们两个到百岁升天 我一定会回家 我不会再回我太太那边了 因为我太太有钱嘛 没问题 所以那时候我 因为我已经决定了 因为我那时候结婚的时候 是跟我太太住 带着我的丈母娘 我对不起我的父母这样了 那后来我已经学佛了 那我就要孝顺父母第一 对不对 父母第一 再讲的就是太太和女 所以那当然后来 我有福报出家 所以我就跟我父母说 如果我有福报出家 爸爸妈妈你也放心 我一定孝顺你们两个的方法 去孝顺所有的人 包括一只小狗 所以因为没有你们 我不懂得孝顺 所以后来我就求我爸爸妈妈 等我出家将近十几年 我说爸爸妈妈 我们寺庙的规矩说 爸爸妈妈可以住到寺庙来 你们要不要住来 我妈妈说 好啊 你带你爸爸去 我很讨厌他 我说好好好 我来设计 你赶快把他带走 这样 所以我在两个地方 弄了很庄严的房间 像总统套房 然后呢 就设计我爸爸 终于被我设计到 第一个地方看一看 这个不好 第二个地方 那还真的是总统套房了 人家总统住过的 所以 然后他就愿意住 一住就住十二年 那我妈妈就快乐了 他终于解脱了 不然因为我爸爸 忧郁症很厉害 事实上我爸爸忧郁症 躁郁症是我妈妈来了 他自己都搞不清楚 所以像你气的钥匙 是因为你先生让你生气 又不是你本身会生气 对不对 那我们都怪怪 所以我妈妈说 你爸爸很可怕 怕他哪一天拿刀杀人 因为他躁郁症 所以 但是他离开我妈妈 早就没有躁郁症了 没人可以惹他生气 这个就是很简单的方法 所以我常讲一句话 很多老公都是被老婆气死的 这个很严重 事实上是彼此折磨 何必呢 所以我想各位念佛的意思是说 你不能用你的想法去对待别人 你要用佛法的空性 智慧慈悲 去对待对方 那对方就改变了 你对你儿子 你对你媳妇 你对你太太 你用你的想法 那你过去的姻缘就会来 搞不好两个会吵架 甚至在报纸写的 把对方给杀掉了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现在已经是佛教徒了 带个炼珠 又会拜颤 拜颤苦不苦啊 腿很酸哦 累哦 然后骂人都不累哦 你既然跪都跪下去了 就像我很喜欢放生 有绝光脏 海涛你连对一只蚯蚓都这么好呢 那你怎么对人不好 我说我对人不好吗 是啊 那你为什么小沙咪你管那么严 我说 你对蚯蚓都这么好呢 小沙咪不好没关系 因为那时候我们收了四四个小沙咪 哎呀 就是半到气的半死 晚上还会去买牛肉面来补 那还会去偷买一片来看啊 你真的是气的半死 所以就想 这个不行 这个就叫他回家 叫他爸爸妈妈带走 那绝光脏 你看对蚯蚓都那么好 对小沙咪都不好 我就对哦 真实的 蚯蚓我都不会骂他 原来这是我们的问题啊 后来我就改变策略 反正就对他们好 你能够留得住 是我们的福报 也是你的福报 你不想留 那你就还俗 那哪一天你痛苦再来找我 这样就好了 但是你勉强他 没有用了 因为他现在十八岁十九岁 哪里拜观音菩萨 女人比较漂亮 拜观音菩萨 现在不看佛经 手机最重要了 时代变了 你怎么叫我强迫 他看佛经干嘛 所以他一定要去接受痛苦 我认为学佛不能勉强 术士的因缘上跟到了 所以术士像我妈妈这种生病 让我术士因缘到了 为什么因为我觉得 我一直很有用 很会读书 很会赚钱 我什么都做得很好 居然对我的妈妈 我一点办法都没有 我解决不了他一点点的痛 但好在我也有一个孝顺的心态 妈妈的痛就是我的痛 甚至我要比对我儿子生病还在乎 我应该这样练习 至少我要做到平等 但是这么痛 谁可以帮助我 这么好的医生 我已经请来最好的医生 用最好的关系 也一点办法都没有 我好在认识地藏经 所以我想 所以我经常 我今天要送各位一本地藏经 因为我特别带来了 然后一本是袖珍的地藏经 各位带在身上 一本是白画漫画的地藏经 各位就看一遍 你就懂了 这个地藏经如果放在口袋 最好刀枪不录 你试试看 经典所在如佛所在的地方 所以这个地藏经 希望各位养成习惯了 然后每天就念一念 因为我觉得 我刚刚讲的第一条 信轮回因果 信夜报因果 地藏经描写的最好 而且怎么样的超度父母祖先 你也不用迷惑 你就按照光木理 婆罗门女 那么这样子的去供养三宝 去一心念佛 妈妈就可以脱离痛苦 所以地藏菩萨也告诉我们 一个灵命中人 你帮他念一句地藏王菩萨 那是一部经典的一句话 甚至各种的佛号 菩萨名号 他就保证不会堕落伤而到 相不相信 要相信 一个人 印一部地藏经 或作为一个小小地藏菩萨 形象给别人 他保证升天 保证升天 所以各位如果你有这个信心 那你就不会担心 去往生者那边帮他送地藏经 念完以后念阿弥陀经 这样 先消他的业障 不会堕落伤而到 再念阿弥陀经 带他去西方极乐世界 而且你念地藏经的时候 你自己也不会堕落伤而到 对不对 你念阿弥陀经也种下 你将来往生净土的因 特别你去祝念 哇你去祝念是上平往生 因为你慈悲心就帮了人家祝念 所以我特别请他们 我们都寄过来 一本是秀真的地藏经 一本是白话的 这个各位你要拿给 拿给你年轻人看 你自己先看一遍 而且最好念一遍 我觉得我在医院 你给他念地藏经 他听不懂了 你给他讲地藏菩萨的故事 他就愿意听了 所以曾经有一位 台湾最大医院的肠胃科主任 我还特别 他那时候自己得到肠胃癌 在台湾没办法 他自己跑到美国来 医了半年 结果医了半年以后 还是痛得不得了 他就放弃回台湾 回台湾以后 他就求如何死 他又不敢自杀 就请他的弟妹 刚好我那时候在 台北会的讲堂做资客 那他地妹大概也不是佛教徒 反正市区哪里有道场就进来了 这个叫因缘成熟了 刚好我坐在那边 然后他就跟我讲 他的兄长 这个医生去美国 现在 然后现在一点 他现在他说 他求有没有什么方法 让他早一点走 因为他已经没办法了 那时候我就拿这一本给他 白话地藏经 我说这样好不好 相信我 我妈妈也是这样 所以你来找我 刚好刚好 你只要念给他听 一句一句念给他听 试试看 念完这一本 差不多两个半钟头 慢慢念 结果因为他的 他的这位兄长 已经痛到没办法 打这个麻醉剂 一直打一直打 当他念地藏经的时候 他跟我说 他跑回来跟我说 师父 我念了将近三个钟头 我那个兄长一点也不痛 而且他叫我继续念 我说你一定要念 结果好像第二天 还是第三天早上 就安详往生 所以各位呢 你千万不要等了死了 才跟你念 你现在叫我赶快念 而且念经典 没有生根浅 最少是你知道 意识比较重 并不是我地藏经 念一千遍有用 而是我了解 地藏菩萨的本愿 这样子去信因果 去布施 去孝顺 去皈依 去学地藏王菩萨发愿 这个才叫力量 所以很多人会说 师父 我地藏经念四十分钟 天哪 那你干脆饭跟菜 就蹲下去就好了 我说你要慢慢理解 闻思修 那如果你已经完全了解 地藏经的意思 那你念快就可以 如果你还不了解 而且没有在实践 所谓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是我爱你 我要救众生 我爱你 你干脆先念这个 再念阿弥陀佛 我要救众生 阿弥陀佛 我要不生气 阿弥陀佛 你这样念可以 老公我要对你好 阿弥陀佛 那他会教你天天念 所以你念佛 诵经 要有一个净化自己 乃至帮助众生的 这两个叫自利利他 我要成就地藏菩萨的本愿 我要有地藏王菩萨的悲愿 能够把地狱都打开 能够救度众生 所以虽然我们不是地藏菩萨 但是你有这样子的信心跟愿力 那地藏菩萨就透过你 所以佛经说 一个念佛的人 十方诸佛供养你 为什么 佛成佛就是要普度众生 如果你嘴巴不念佛的名字 佛就度不了众生 透过你这个缘才可以 今天阿弥陀佛早就在美国的虚空 但是度不了他们 因为靠我们念 就我们这批华人在念 老外怎么会阿弥陀佛 所以那我们来替他们念佛 那佛力就加持他 所以我很喜欢跑世界各地 我师父说你尽量去跑 你跑到巴黎铁塔里面念阿弥陀经 整个巴黎变成极乐世界 甚至我做电视台 我师父说无论如何你要把卫星频道 拨在整个地球 他家不打开电视 不上网都没关系 那个卫星频道里面就有佛的力量的加持 因为是我们用这种卫星 把佛的力量转播出去 但是佛度有缘能 如果整个卫星频道力量那么大 在非洲除了有一个和能和长 南无阿弥陀佛 那这个力量就整个在他身上出去了 所以我想保持正念 阿弥陀佛 保持正念 波罗波罗密多心经 保持正念 都可以 只是说我们不间断地在念的时候 那这个力量就出去了 所以我想身体在拜佛 那我今天要讲 要用菩提心在拜佛 我们身体在拜佛呢 哎呀佛加持啊 我要忏悔夜长 消除我 我要供养你 你讲发菩提心 名为第一供养 佛成佛 我拜佛就是为了成佛 那我拜佛替谁拜 因为这个五体投地 就代表六道众生 五体也代表五去众生 我都希望他们都离苦得乐 那为什么会轮回 因为人类有五毒烦恼 所以有这个贪嗔痴慢疑 要把它降服掉 降服贪嗔痴慢疑 降服五去六道轮回 那我替他们拜佛 南无阿弥陀佛 你讲当愿众生 同身净土 同臣佛道 那你这样拜佛 就非常圆满菩提心 菩提心包括几个因素呢 你讲来 大悲心 无我的空性 广修善根 第四 回向众生 那这些我们都具足 所以我们替他供养佛 替他布施 所以等一下我们要来做食供养 今天有准备 那愿我们今天的功德 以你 念一下 父母为首有情重 我们不是自己在供养 我们是替的 我们的爸爸妈妈为首的 乃至后面的祖先 七世父母到六道众生 都是我们的父母 但是以你父母为首 就像很多人说 师父我做梦 梦到我爸爸在受苦 师父我爸爸在受苦 不一定 因为这个冤亲在主 他如果不视线成你爸爸 你才不会帮他超度来 所以第一张经说 那是累结的父母 但是他累结的父母 他视线那个时候形象 你根本不认得他 所以他一定要在梦中 视线成你关心的人 这样 那你就要赶快 赶快 对不对 赶快帮他送我金 帮他做功德 所以那当然你以你父母为 为 让你生起报恩心 孝顺心的对象 然后就想的 所有的猫啊 狗啊 鱼啊 刚刚我们提早来 太好了 我觉得观音室啊 适合我来 外面一片 我可以做烟供 我在那边撒了很多水啊 撒水 观音菩萨的重点是撒水 撒水 甘露水 我在那边点了很多香 因为这个香啊 等一下我带各位念 上供下士 点个香也在供养三宝 也在利益众生 而且各位这边念再大声 也没人找你麻烦 对不对 而且这边念一念 那个车子都不会车祸 车子特别多 所以这个地方就适合超度 适合利益众生 念大声一点 最好要敲锣打鼓 因为佛教的法器都有意义的 敲这个木鱼 控所有海鲜水产 因为这边看得到 海 海鲜水产超度 这敲木鱼 敲钟 念一下 破地狱 出火坑 钟一敲 地狱通通打开超度 所以 还有敲什么 引擎 断烦恼 发菩提 还有敲鼓 寺庙都有牛皮鼓 这个一敲鼓 那些动物四肢脚的 所以我们受伤 我们都拿一个手皮鼓 所以 一敲的时候 鼓 不是佛教不慈悲 是把这些牛皮 一敲的时候 所有的牛 四肢脚动物得到超度 了解吗 所以你千万不要说 师父你不慈悲 你拿牛皮的 这是要超度它 我又不是吃它 我以前就问我师父这个问题 我师父 你叫我吃素 然后你叫我去敲铃鼓 我敲不下去 它会痛 它是牛皮的 那我师父说 那你太保护你自己 都没想到他的苦 你一敲 因为以前有个老住持 在佛经里面的故事 贪心 执着 金钱 死了以后 做隔壁农田的牛 还债 被杀 被杀快死之前 托梦给他 现在做住持的土地说 你就度度师父吧 师父现在做牛 还债要被杀 那你我被杀了以后 你把他牛皮要回来 帮师父做个鼓 早晚念经帮我敲 让我超度 这样的意思 转贪心为菩提心 就是这个鼓的意思 转称慧为大悲心 转鱼翅邪见为空性智慧 这是寺庙很重要的法器 而且各位 你在中午在用灾的时候 还会敲云水板 有没有听到 你还没敲 你不能吃的 这个云水板敲什么意思 背下来 鸟群升天 恶鬼离苦 如果你去缅甸 你就有感应 缅甸一敲云水板 所有的狗都 鬼来了 所有的狗都会叫 所以他们缅甸的法师 一定会把很多饭菜 永远放一堆在外面 给那些鸽子 给那些动物 鬼道吃 虽然讲南传佛教 但是人家 看得见知道 他还会不食 所以寺庙每天中午 早上中午晚上 都会失食给 故昏野鬼 各位你家里门口也要做 如果你家里门口不做 佛做在经典说 佛弟子 不失食者 非我弟子 所以各位你一定要在家里门口 点一只香 不用点香也可以 放一杯水 等一下各位桌上 有没有一杯水米 有没有 有没有人喝掉 不是给你喝的 那个是 里面一杯水 有七颗米 你就把一颗水 米 就拿到你的室外 室外的树下就好了 那你会念变识咒就念 不会念变识咒就 求观音菩萨加持就好了 你负责出水米 观音菩萨就加持 因为失食法门是 我们中国佛教最重要的法门 而且一布施以后 这些鬼神高兴 而且你如果给他念阿弥陀佛 他还可以去净土 你给他念咒 他还可以升天 这样就跟众生结善缘 而且居家快乐平安 慈悲无障 那你会供佛的 一定要记得布施给众生 所以我现在发给各位一个单子 叫念一下 上供下施的服务 这个服务就代表福报 有这个福报 那你供养什么 你也要布施 要记得这个事情 所以我想各位在吃素 那我等一下我要捐一千块美金 各位也帮忙 以后初一食物煮素食多一点 请黑人来吃 对不对 包好便当 观音室 初一食物 请他们来吃 因为现在游民多 对不对 然后 而且佛陀说了 你把佛像 整个世界的佛像 都造成黄金的 这个功德 你供养 所有世界的佛的功德 还不如一口饭给可怜的众生吃 还不如一口饭给畜生吃 还不如一口饭给鬼道吃 因为慈悲的功德 等于供养诸佛的功德 因为佛存在就是为了慈悲 所以我这样讲的意思是说 等一下我也会发给各位一只香 我们以前是拿香拜佛 但是忘了 这个香的味道可以利益众生的 但是只要你要观想 你有这个信心 佛加持这个香我供养 佛加持这个味道 不施给众生 所以我先讲一个故事 我们就要来施供养 释迦牟尼佛有一次呢 带着阿难啊 很多土地啊 到一个温度将近 摄氏五十几度的 没有人敢住的沙漠 热的钥匙 然后大家就全部跑到树下 哇 太热了受不了 结果那个时候呢 恶鬼王看到 佛陀来了 全部带着所有的咽口鬼都吐火了 跑出来跪在佛前 哎呀 神通伟大的佛陀 你来到我们恶鬼的地方啊 请你赶快用你的神通 拼一件食物水给我们喝啊 我们苦的钥匙啊 那佛陀说好 哇 全部恶鬼都寄举了 寄举以后呢 佛陀就跟阿难说 阿难 你去拿一波水来 结果阿难就去拿一波水来 大家都在想说佛陀这要做什么 那那个鬼王就哭了 他说佛啊 我们这个鬼几千万 一杯水哪里够喝啊 那佛陀说 你们等一下就喝得到 佛陀就跟他们说 你们之所以做恶鬼道 没东西吃 没水喝 是因为过去没有供养过 特别没有供养到三宝 今天佛陀来了 这么多阿罗汉来了 你们只要用这一杯水啊 拿起来供养 你们就可以离苦 所以就请鬼王拿在手上 全部的鬼都跪下来 然后佛陀就带他们念 来 跟我念一下 谁有巴德 供养十方佛 消除恶业 六道清凉 点几滴出去 嗯啊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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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这个鬼王这样跪完念完以后 奇怪啊 每一个鬼都得到无量的水喝到了 所有的嘴巴不吐火了 而且这些鬼当下就升天了 当下升天 所有的鬼都 并天神都跪下来感恩佛陀 佛陀就要讲 供佛的功德 这么大 而且又吓死 嗡啊哄 让其他更多的众生都喝到水 这个功德更大 所以佛前供一杯水 回向给鬼道 可以超度八万四千个鬼 重不重要 所以各位一定要多用矿泉水供佛 你不要喝一杯 儿子拿去喝 这样 很自私 你最好拿一杯 洒去外面 不是 所以佛前供养一杯水 回向给海鲜水产 波士顿抓很多龙虾 整年的被人类杀掉 吃掉的海鲜水产得到超度 所以叫六道都得到七娘 回向给天道 回向给地狱道 一杯水 更重要 水可不可以把脏的东西洗干净 所以佛说 佛前供一杯水 回向人类 等于念了 一百万遍的消业障的重 水代表发财 各位要不要发财 念四个字 有钱真好 真重要 你一修菩萨 你没有钱 你代表没修行 没修行 所以 有钱才可以护持三宝 佛陀说 用水供佛 回向给贫穷人 你等于念了 百万遍的发财咒 所以各位要了解 佛的力量不可思议 但是如果你有慈悲心 这样来供养佛 你得到更大的功德 好 有佛法就有办法 像有太阳 有空气一样 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对于这个世间 对痛苦的众生 是那么重要 所以希望大家 多收看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将佛陀的教法 深深地去思维 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明生命文化基金会 海淘法师 红法行程 4月7号星期日 据十月功德制 善行与恶行程一千倍 玄天上帝万寿 上午八点半 高雄和春技术学院 大阀校区篮球场 亲民孝亲报恩 传授八关灾解 护声 点腕灯 供万水 要供计时时超度 点灯电话 07556-9911 07-710-3522 07-722-1749 07-365-4369 07-221-2323 07-783-1120 07-622-2555 4月9号星期日 据十月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程一千倍 上午八点半 平东万丹 慈悲超度到场 亲民孝亲报恩 传授八关灾解 护声 点腕灯 供万水 要供计时时超度 联络电话 07-710-3522 08-707-1190 4月10号星期三 据十月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程一千倍 寄功活佛成道 上午八点半 麻豆园区 亲民孝亲报恩 传授八关灾解 护声 点腕灯 供万水 要供计时时超度 联络电话 06-213-1112 06-571-9119 4月11号星期四 据十月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程一千倍 下午一点半 嘉义启治学校 慈悲关怀 及亲子教育讲座 联络电话 05-225-5888 05-216-6700 4月12号星期五 念药师流离光如来 持在储罪三十节 据十月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程一千倍 六殿便成江王千秋 上午八点半 云林观音讲堂 八关灾解 点灯 供水 要供计时时超度 联络电话 05-633-1565 4月13号星期六 据十月 药师如来书胜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程一百万倍 上午十点 新竹浦原佛道院前广场 点万灯 供万水 要供 护生 祭慈悲诗时 联络电话 02-2917-8855 03-533-7368 4月14号星期日 据十月 先节千佛数胜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程一亿倍 上午8点半 新店大名讲堂 八关灾解 护生 点灯 购水 烟贡 浸时时超度 联络电话 02-2917-8855 4月15号 日本弘法之旅 4月16号星期二 巨石月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程一千倍 日本冲绳 赖长岛 普天天洞穴 普天监功 4月17号星期三 巨石月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程一千倍 日本冲绳 金武观音寺 金归人成姬 4月18号星期四 念贤节千佛 持摘除罪一千节 巨石月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程一千倍 日本冲绳 手里成 博之上神功 即冲功 4月19号星期五 念阿弥陀佛 持摘除罪两百节 巨石月阿弥陀佛 殊胜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程一百亿倍 宝生大地 无真人千秋 中路财神 赵元帅圣诞 日本冲绳 摘场玉月 及玉拳洞 4月25号星期四 巨石月 地藏菩萨书圣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程一千亿倍 上午十点 日本奈良 开运吉祥献贡法会 下午一点半 恭送普门品 祈福法会 祭佛法开示 4月26号星期五 据石月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程一千倍 晚上六点半 日本大阪 心灵讲座 讲题 新竹莲花 敬邀石方大德 踊跃前往参加 阿弥陀佛 生命电视台 Live TV 接下来请收看 经典佛曲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